距离人口普查截止日期不足一个月 南加州洛杉矶县政府于3日召开记者会 公布人口普查的数字 也指出少数族裔的参与数字不足 呼吁人们积极参加人口普查 虽然华人的回应率超过70% 但是华人社区之间的人口回应率差距极大 洛县CEO办公室人口普查单位主管乌黎伟表示 人口普查的截止日期缩短到了9月30日 也就是目前只有少于4周的时间去完成人口普查 根据洛县政府3日提供的数据 加州的人口普查回应率为67.3% 而洛杉矶为62.2% 以种族分类来说 亚裔回应率为71.6% 拉美裔回应率为57.3% 而非洲裔的回应率为59.6% 路线官员田岛表示 亚裔的回应比例比其他两个少数族裔高 甚至比加州的人口普查回应率更高 但是仍有三分之一的亚裔人口 没有回应人口普查 在亚裔族群中 华人的回应率偏高 在英语能力有限的华人当中 72.1%的华人已经回应了人口普查 在英语能力有限的日译当中 也有72.7% 在英语能力有限的越南译中 回应率为71.9% 在英语能力有限的韩译当中 回应率为67.3% 这些族群实在很多元化 例如有华人社区的人口普查回应率 是落线最高的回应地区之一 达到87% 同时也有华人社区的人口普查回应率 是落线最低的回应地区之一 只有12.5% 落线政府代理首席执行官达文波特说 人口普查的数字 有助对抗目前的新冠疫情 和应对将来爆发的可能性 因为人口普查的数据 有助我们接收资金 来规划医院和诊所的使用 际上的报告 福尼文波特说 优优独播剧下的课程中